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这孩子玩玩手机呀 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是 哪有你们这么管孩子的 什么都不让弄 爸 你看你怎么这样呢 那小时候您不经常管我吗 那孩子不能他要什么 咱就给什么 对 那这么说的话 我小时候我要什么 您不是也不给吗 你小时候要什么我没给你了 你看 我小时候我要那弹弓 您就死活不给我 那弹弓能给他玩吗 打下人眼睛多危险呢 就是 还有啊 咱们家旁边当时有个小河 我想去游泳 您就不让我去游 那河里游泳多危险呢 因此怎么办呢 后来我要去游泳馆 您也不让我去呀 游泳馆要门票 我哪有钱呢 你妈每月支给我两个钱零活 我说我一个月怎么才50块钱呢 原来哥在这 对 爸 您管我这是为我好 我管他也是为他好 您现在怎么就不让管了呢 那不行啊 隔辈亲呢 你现在管了我就受不了 顺帆 哎 把手机给他扭扭玩会儿 好嘞 哎不是 赵叔 你自个儿不是有手机吗 你给给他玩呗 我手机没流量 我说这可真是亲爷俩 哎哎哎 别跟他捣乱 不是 给他玩会儿 捣乱什么玩儿 哎哎哎 哎 你干嘛呢 哎哎 赵叔 赵叔 你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动作 我没看清 哎 就这动作 哎呦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啊 赵叔 这个动作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我一个人完成的 哎呀 那我要再来一次 你再来一次我配合你配合你 我做一次了 来 再来几次都没事啊 好嘞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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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刚才揍了 哎哎太好了 你们俩怎么练起摔跤了 怎么着摔跤不爸爸呀 别跟着倒露 爸 你腰没事吧 没事身体好 没身体不好哪有你啊 你们俩俩怎么回事啊 我爷教训我爸呢 我爸不让我玩手机 是吧 不让我玩手机 是吧 赵 哎呀哎呀 先教育教育你 是你这孩子啊 看看 爸啊 你问就成几单 老师说了 最近她的学习成绩 大幅度下滑 是吗 这也太低了点了 我看看 怎么这么点分 跟我小时候成绩差不多 你看看妞妞 多危险 都跟你二姨夫成绩差不多了 你这么发展下去 你长大了你就废了 就废了 不是啊 这话我听着 确实是有点别扭 但是孩子 这么点成绩真的废了 不行啊 呀顺风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最近啊妞妞 沉迷于网络 竟背着咱们玩游戏 有一次老师问她 这个变色龙喜欢吃啥呀 你知道妞妞怎么回答她 她喜欢吃iPad iPad 你说你这孩子 你玩这手机游戏 你玩了多长时间了 偷偷的 玩两个多月了吧 对 老师说了 这两个月学习小滑 你看看你 爸 就这种情况 还能让她玩手机吗 我没让她玩手机 那钱诚芬给她手机了 啊 钱诚芬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 说芬你这样 你可太不对了你 你这不是回我们孩子了 对呀 哎哎哎哎 你家人干嘛呀 冲我来了冲 牛奶你过来 你不跟二姨父说是拿手机下载学习软件吗 怎么玩上游戏了呢 哎呀我骗你的 我就是想玩会儿游戏 哎呦你这不是挖了个坑让你二姨父跳进去 然后把你二姨父埋了吗 这不是 你一年365天不天天给我爸挖坑吗 挖完了你就埋 你抱头来了你 你看看 你看看 孩子都跟你学坏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发现一个啊 你这比手机还大的问题 你怎么不诚实呢 怎么学会说瞎话的呢 妞妞 爸不是告诉你了吗 一辈子要做个政治的人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这问题可严重了 媳妇啊 我看来咱们必须得上手段了 对老规矩 好的 这样跟爸爸回屋吧 干啥呀 老规矩 爸爸跟你谈谈心 还谈心呢 这次多少时间 这次时间不会太长 三个小时 哎呀 便宜 哎呀 去吧 二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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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住 妈妈 妈妈知道了 你爸爸负责上半场 妈负责下半场 妈呀 还是我班一个人来了 我这主意好 我负责下半场 你负责下半场 孩子我跟你说啊 爸爸先跟你好好谈谈 我得跟我那儿子谈谈去 我儿子八个多月了 开玩笑 我本来年了 heh kes 写